接下来我们转入这一节最后一个智能战略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有关财务战略的相关内容 这个内容请注意 本身教材编写的内容比较多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内容 它讲的太碎太细 我们考试一般不涉及 有的内容它的重要性比较高 我们过去考试比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希望大家 按照我讲课所做的提示 我们要有所侧重 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 因此我的建议是 第一这个地方除了个别内容 我要求大家看教材之外 整体你不用看教材 就按照我讲义的总结 我们做复习就可以了 我讲义当中或我讲课的过程当中 建议大家看教材的地方 那你再把教材拿过来 有针对性去把它加强阅读 然后第二呢 在整个复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听我上课所做的提示 哪一个点我们了解就完事了 哪一个点我们课下基本就不用看 哪一个点要求大家要看教材 加强理解 我都会一一的提出相关的建议 所以大家争取在你的讲义呀 或辅导材料旁边 做好仔细的标注 课下呢就按照我的建议 去复习就完事了 那下边呢 再稍微说说整个考试的情况 财务战略这个地方 应该算是个比较高频的考点 但是呢 他这几年考试的分值不高 这几年在财务战略这个地方 通常都是个别几道选择题 比如说单选题可能有一道到两道 多选题可能有一道题 做相关的考核 所以说他分值并不是很高 不过需要提示一下 虽然最近两三年 财务战略主要考选择题 但是呢 他个别的有些内容 是完全可以放在主观题所考核的 那么大家呢 在听课的时候要注意仔细听 下边我们来介绍一下 财务战略教材所讲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教材是讲三个内容 第一 首先给我们讲财务战略的概念 第二呢 讲财务战略它的确立 第三 讲财务战略的选择 这三个内容当中 大家呢 应该看清楚了 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复习的是第三个 财务战略的选择 这个是我们高评考点 我们最近几年选择题 几乎全是在这个地方来出题的 同时 我刚才说的 有出主观题可能性的点 也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内容要求大家 要仔细听课 要加强理解 那么前两个是什么情况呢 财务战略的概念 这个呢 我们涉及考题的概率极其低 基本就不涉及 但是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这个概念 我们还要提一下 为什么要提呢 因为我们教材 讲财务战略 基本概念的时候 它整个的描述的思路 跟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学过财管这门课的话 描述的思路 有点不太完全一样 同时呢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能够把教材的基本表达呀 基本的思路呢 把它了解到位 等我们复习第三个内容的时候 有的地方 你就很难完全的掌握 很难完全的理解 所以这个地方 相当于是个大基础的地方 那我们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为了后续内容复习 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呢 讲财务战略的确立 这个呢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偶尔出现过选择题 而且这个选择题呢 通常我们直接考原文的可能性 稍微高一点 个别地方考过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但是难度不大 所以对于财务战略的确立 我们呢不会完全展开 我们就简单的提示一下 个别点呢 稍微解释它的背后的原理 那么大家就按照我的提示 我们尽量去把它读到 把它适当覆盖到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财务战略三大块 我整体的复习建议 大家呢一定要听清楚 那下边呢 我们就按照刚才的提示呢 我们把它展开 首先学习第一个 就是关于财务战略的概念 所以看到我的标注了吧 考试概率非常的低 只有一星 我们建议大家呢 整体是了解 了解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万一这个地方 出现个别的选择题 甚至呢 在某些选择题的个别选项出现了 那我们能够有效的把它应对 第二个是谁呢 在了解这些基本思路的基础之上 为我们复习财务战略的第三大块 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 那下边我们首先请大家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呢 教材首先把帮助我们把财务管理跟财务战略 两个词汇做了一个区别 什么叫财务管理 为企业战略提供资金支持 为提高企业经营活动的价值而进行管理的活动 这就是财务管理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学过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 学过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财务管理对象是什么 很简单 财务管理对象就是资金 跟我们教材的观点就完全一样了吧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很清楚吧 那不就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 所以这里边强调价值两个字 也铁出来了 那这是我们讲叫财务管理 那接着我们看看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财务战略 词不一样了 是什么意思呢 涉及财务性质的战略 强调战略这两个字 那接下来呢 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财务战略呢 主要考虑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的战略问题 以此与其他性质的战略相区别 那什么叫其他性质战略呢 我们前面这一节讲职能战略的时候 是不是涉及其他职能领域了 营销战略 研发战略 生产运营战略 那你看到财务战略主要涉及的是财务领域的有关战略决策 这样的话呢 就和营销战略 研发战略就把它区别开来了 因为它涉及的职能领域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提示点 接着第二个提示点是谁呢 财务战略跟财务管理 也不太完全一样 它之间是有联系的 有什么区别呢 强调财务战略主要考虑财务领域全局长期发展方向问题 那你看到这里边说讲的全局长期 它最后落脚到哪个词上 落脚到战略这个词上了 跟财务管理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 这是很容易把它理解到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教材一开篇 给我们简单区别了财务管理跟财务战略 两个专业术语 一个简单的概念 区别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针对呢 财务战略 本身的一些基本内容 给我们做了介绍 按照我们教材的观点 你要记住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教材又把企业战略 它的基本框架内涵 又重新进行了界定 跟我们之前在第一章 我们所学过有关战略的基本内涵 有点不太完全一样了 那这是代表不同的观点而已 所以大家复习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地方 它的基本思路观点 跟我们在第一章 我们所学的有关战略的基本定义啊 那些内容 要能够把它区别出来 我们独立来复习就完事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教材谈到企业战略的时候 就认为 一个企业战略 其实呢 又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个呢 就是财务战略 第二呢 就是非财务战略 其中呢 所谓的财务战略 主要强调什么 主要强调 必须要适合企业的发展阶段 并符合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企业制定具体的 财务战略的时候 要看一看我们企业 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那一谈到生命周期 就联系什么 第二章 我们学过的有关 生命周期的概念去理解就完事了 我这个企业处在导入期 那我要制定 与导入期相适合的财务战略 如果我处于成熟期 我这个企业 那我要制定与成熟期 相关的财务战略 这就是这个基本思路 此外呢 当我们制定财务战略的时候 还要考虑谁 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 要建雇员工啊 管理层啊 债权人啊 供应商啊 我们都必须把它考虑在内 来制定符合我们自己的财务战略 这是首先树里的财务战略 那第二类呢 叫什么 叫非财务战略 记住 非财务战略呢 它也叫经营战略 这就跟我们前几章的内容 就联系起来了 因为我们前面 第一章所讲战略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战略分析 我们现在所学第三章战略选择 包括后续要学习的 第四章战略实施 记住 它的研究对象 主要指的就是经营战略 当谈到这种非财务战略 或经营战略的时候 你记住 这种战略要强调谁呢 强调与外部环境和企业 自身能力相适应 那你看看 是不是跟我们第二章四章 就联系起来了 谈到做战略管理的时候 先干什么 先做战略分析 而战略分析 那不就是环境分析吗 环境不就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 所讲的非财务战略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教材前四章 它的核心思想 核心的主线 那这个地方 大家就把这个梳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梳理完之后呢 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接下来就针对其中的财务战略 相当于把它单独拿出来 再做一个特殊的学习和研究 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这个地方 它所讲财务战略 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它 按照前面的解释 财务战略跟财务管理不一样 但是他们之间有联系 什么联系呢 他们都是针对财务领域 没错吧 那按照刚才的提示 财务领域 它说管理对象是什么 很简单 那就是资金 对不对 所以大家应该有印象 涉及资金的时候 我们有关的财务活动 包括几大类 就包括两大类嘛 第一类 我们首先呢 要想方设法筹集到 我们进行所需要的资金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所讲的财务战略 首先包括第一种类型 就是什么 就是筹资战略 这个活动完成之后 相当于我们把资金筹集过来了 接着要考虑什么 接着就是考虑 如何有效的把资金投放出去 通过这种正常的投资行为 给企业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 所以按照财管的讲课思路 第二大块活动就是叫什么 叫投资活动 没错吧 但是呢 你要注意 我们教材涉及第二块活动的时候 它没有用投资这两个字 用的是什么呢 叫资金管理 那就意味着 我们所讲的财务战略 除了第一大块 筹资战略之外 还包括第二大块 第二大块呢 如果按照传统的财务管理的思路 去解释的话 就叫投资战略 但是我们教材呢 没有这个词 用的叫资金管理战略 这个道理就是数理清楚了吧 那接着要注意 这个逻辑是什么 是广义上的财务战略的内涵 我们教材 在后续进一步学习讲解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按照广义这个说法来讲 而是站在一个狭义的角度去讲 那什么要叫狭义角度呢 我们教材就认为 这两大类战略或活动当中 其中的资金管理战略 这个不应该属于财务战略 能够处理能够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 下面呢 它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 所谓的资金管理 或者说所谓的投资 涉及的就是实物资产的购置和它的使用 比如说 我们决定要投资多少钱 我们建设一个新厂房 建设一个新工厂 购买什么样的生产设备 这就是我们讲的资金使用 资金管理或投资这一块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 这个投资应该由谁来决定 应该是由经营战略来决定 这个呢 跟财务战略其实呢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因此呢 我们教材在整个讲解的过程当中 就把资金管理战略 把它略掉了 就不再讲了 那重点讲哪个呢 重点讲的就是我们第一个 筹资战略 所以大家呢 在这先记住第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财务战略 不是站在广义角度去研究 而是站在一个狭义的角度 什么叫狭义角度呢 所谓的财务战略 就是指企业的筹资战略 听懂了吧 而这个筹资战略 按照它所涉及的具体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那三个呢 第一 资本结构的决策 第二呢 筹资来源的决策 第三就是鼓励分配的决策 我们在这呢 这三个决策的内容 我们先不展开解释 在座的各位 如果学过财管 这个内容应该很好理解 那如果你没学过财管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门课研究的主体内容 我们下边呢 只是把教材的基本结论 给你简单总结一下 你能够按照结论的原文 我们适当掌握 然后应对个别的选择题 这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我们在这呢 主要是要求大家记住这个基本结论 我再数理强调一下啊 我们教材的关联就是 当我们研究财务战略的时候 这个财务战略 不是从广义研究 要站在一个狭义的角度做研究 狭义的财务战略 记住 仅止筹资战略 而这个筹资战略呢 又包含三个具体内容 请大家把这三个内容名字要记下来 因为这三个内容的结构 跟我们这部分的最后一个内容 财务战略选择 是密切联系的 这就是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些基本概念 把它梳理完了 大家呢 把它了解到 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教材讲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财务战略的确立 什么叫财务战略确立呢 就是企业要决定你自己的财务战略 大家去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是刚刚强调过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财务战略仅指狭义的概念 就包括筹资战略 而筹资战略就包括三大块 所以呢 教材在讲财务战略确立的时候 就是按照三大块给我们讲 哪三大块呢 包括融资渠道 包括资本结构 包括股力分配 是不是我们前后结论就必须要对应起来了 对应起来 你的结构才能清晰 结构清晰 我们相关的考点 你才可能掌握的比较透彻一些 那这个结构 我们现在介绍完了 再说一下考试情况 财务战略确立这个内容 我们过去呢 整体的考试频率并不是很高 就是在个别年份 我们做过相关的考核 所以我给的是一星 那么考核的过程当中 这个题型啊 主要是选择题 那你想了 它就是个别年份考核 而且都是用选择题 说明什么 说明分值一定是很低的 一年的考试当中 顶多也就是一分或一点五分 同时呢 从选择题考试来看的话 我们过去考过原本的选择题 也考过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其中呢 这个案例分析选择题 一般在什么地方考呢 一般是在鼓励分配这块来考 因为我们后续教材会讲 有哪些典型的鼓励分配政策 我们就会考案例分析 告诉我们这家公司 它怎么怎么去做 然后要求你判断 它用的是哪种鼓励分配政策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内容 如果涉及考试题了 顶多就是一道 直接考原文的选择题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考试背景了 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安排时间 怎么去入手进行复习 那下边呢 我就带着大家 把这部分内容 我们讲义总结的基本内容 去把它整体梳理一遍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教材所介绍 当我们涉及融资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融资方式 教材呢 讲了四种融资方式 分别是谁呢 内部融资 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和资产销售融资 这里边再做一个提示 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肯定有学员学过财务管理相关知识 对吧 财务管理呢 也会讲融资渠道或筹资渠道 不过注意到 我们教材这个地方所讲的 基本思路或整体的框架 跟财管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 所以大家呢 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结合财管的知识 帮我们去理解 但是在记忆的过程当中 就必须严格按照我们教材的测词 来把它掌握 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区别 那这里边 教材谈到这四种融资方式的时候 重点讲什么呢 重点讲的是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而这个优缺点 我们过去曾经用个别的考原文的选择题 做个考核 下边就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种融资方式叫内部融资 什么叫内部融资 简单的讲就是利用企业 在过去历年经营当中 积累下来的资金 来满足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 这就叫内部融资 非常简单吧 那我们看看它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这样来说 如果选择内部融资的时候 管理层做这个决策 它不需要听取任何企业 外部组织或个人的意见 换句话来讲 如果管理层决定 采用内部融资方式来进行融资 它的决策自主性会很强 它不会受到其他组织或个人的 过多干扰或影响 这就是教材所讲它的主要的优点 既然不需要去听别人的意见 那就说明在整个用这种方式融资的过程当中 它融资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这是我们所讲的内部融资 在座各位如果学过财管的话 那么你在这可以稍微做一下工作 就是呢 你用你所学过财管的专业知识 帮我解释一下 我们教材所讲内部融资方式 为什么可以节省融资成本 为什么 就是因为财管在讲解的口数 告诉我们资本成本 对不对 那资本成本呢应该有两大块典型的表现 哪两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 我们用某种方式筹集资本的时候 我们所发生的筹资的费用 一般是表现为什么手续费这类的东西 另外一块是什么 在使用这个资本的过程当中 我们付出的代价 这就是使用的费用 那你想一想 如果内部融资 是从我们企业内部来获得相关的资金 这里边会发生什么样手续费吗 是不会的 所以说呢 他就节约了筹资相关的费用 所以说我们结论就是可以进融资成本 这个大家把它理解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们看看呢 内部融资 它的所谓的缺点或不足 第一是谁呢 因为我们企业历年经营 积累下来的资金 总量一定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企业未来的资金需求 记住啊 它属于重大事件的资金需求 说明什么 说明对资金需求量会很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仅仅依靠内部融资 可能就很难满足企业对资金的总要求 道理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打算做一个并购 这个并购价格大概是80个亿 现在呢 我企业内部的资金量 只能提供30个亿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之下 仅靠内部融资就很难满足我并购 它对资金的需求 这是第一个缺点 第二是谁呢 股东根据企业的留存利润 会预期下一期或将来的红利 这里要求企业有足够的盈利能力 读完之后呢 能不能理解它背后大概的思路 其实正是告诉我们 如果企业选择内部融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把资金现金都留下来了 用来满足未来投资需求 那就不会像什么 不会向股东发放鼓励 对于股东来讲 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传递 什么信号呢 你这个企业现在不发鼓励 你这时候把钱留下来 是因为什么 你有很好的投资项目 你要去投资 那完成投资成功了 未来你会挣更多的钱 未来会挣更多的钱 作为我股东来讲的话 我未来就可能会拿到更多的鼓励增红 他会有这种信号传递的效果 是不是就意味着 相当于把股东 对企业未来鼓励分红的期望值 就把它给提高了 那就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万一你未来的经营业绩 达不到这个要求 不能够向股东发放 他所期望的更多的鼓励分红 股东就会很失望 股东失望 那就有可能会用脚投票 会影响你的股价 影响你整个的价值 那么这是他所谓的缺点的 两条主要的表现 那么这是我们讲叫内部融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种融资方式 叫股权融资 那股权融资基本思路非常简单 那不就是通过发行股票吗 发行普通股 发行优先股 来筹集企业 经营所需要的资金 这就叫所谓的股权融资 但是我们教材呢 对于股权融资 它自己呢 有个单独的解释 那这个解释呢 我们就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他这样来说 经常面对的是企业现在的股东 按照现有股东的投票权比例 进行新股发行 新股发行的成功 取决于现有股东对企业前景 具有良好的预期 这是教材这个地方 它的一段话 这段话呢 大家看一看 我在这呢 稍微解释一下 它的背后的道理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教材这句话的解释 我们教材在讲股权融资的时候 其实呢 它的界定比较窄 就是哪种方式 相当于就是所谓的配股 或者说呢 所谓的增发新股 就是这么一种方式而已 所以大家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就不要完全按照教材这个解释 去把它理解了 从考试来讲的话 就把文字稍微看看 就会印象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呢 教材所讲 它的主要的优点是谁呢 采用股权融资方式 进行的过程当中 没有固定的股力支付压力 也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 发不发股力 发多少股力 完全由企业自己说了算 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固定股力支付压力 而这个优点是跟谁比呢 是跟我们后边要学的 有关债权融资 或债务融资方式 跟它相比较而言的 此外呢 我们股权融资 还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适合于大量资金的需求 因为通过发行股票 或增发新股 可以帮助企业筹集 比较大数额的资金 所以能够满足企业对大量资金的几种需求 这是它的所谓优点的两个线索 那接着看看缺点 什么呢 在我企业采用股权融资 特别是 如果选择增发股票的时候 它容易引起控制权的变购 这个呢 就不太想给解释了 然后第二是谁呢 成本会比较高 那这个成本高 高在什么地方呢 跟这个就联系起来了 股利支付这块 虽然优点表现为 我们发不发股利 发多少股利 这个呢 没有决定的限制 尤其自己来说了算 但是呢 总体来说 你企业不可能不发股利 一定会发股利的 股利它所代表的成本 就要比债务资本 它所代表的利息 肯定要高一些 所以说呢 整体来讲 它的资本成本 要比后边要学的 债务和债权的资本成本 要高 那么这是我们处理的 第二种方式 叫股权融资 然后接着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债权融资 那这里边需要提示一下 债权融资 我们教材呢 又分成两种细小的类型 一个呢 叫贷款 一个叫租赁 这个 它的基本线索 跟我们财管讲的 有所差别了 那你会发现 财管讲 整个债权融资的时候 除了贷款 除了租赁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发行公司债吗 发行债券 对不对 但是我们教材呢 没有讲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种细微的差别 那下边呢 我们简单数理 这两种具体的类型 它各自优缺点 第一个呢 就是谁呢 就是贷款 就是向金融机构 特别是向银行 来进行借钱 那优点是什么优点呢 融资成本会比较低一些 赶紧说过吗 向金融机构 向银行支付的利息 比起向股东支付的 鼓励而言 要低一些 所以说呢 成本比较低 同时呢 融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些 同时 这种方式也比较隐蔽 这是跟谁比 跟刚才讲的 股权融资去比的 因为用股权 发行股票融资的时候 我们要做信息的公开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用这种方式 融资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 跟银行打交道 只有银行了解 我的相关信息 所以说呢 它的方式会比较隐蔽一些 这是教材树里 它的优点 缺点也比较明显 什么缺点呢 第一 我们借来的钱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限制就会比较多一些 这个限制来自于谁 来自于债权人 像银行 因为呢 这些债权人肯定关心 他借给你的钱 本金呢 利息的安全性 所以往往会在整个借款合同当中 对资金的使用提出很多限制条件 那就会影响你整个资金的使用 这第一 然后第二 呢 整个借来的钱 总量一定是有限的 那就意味着 有可能满足不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然后第三呢 需要按期还本付息 所以对企业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相当于背上一个很沉重的财务包覆 如果未来经营没有达到预期 还要去支付利息 到期偿还本金 那么就有可能给且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是我们讲的贷款 接着看谁呢 就是所谓的租赁 我们教材呢 把这个租赁视为债权融资 按照财管的说法呢 就是一个混合融资的一个说法 对不对 那这里边首先讲它的优点 什么优点呢 不需要为购买运输工具进行融资 因为呢 融资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能数理清楚了吧 这是跟谁去比 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使用一些大型的设施 比如说用一些大型的运输工具 这里边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可以自己花钱买 也可以采用租赁的形式 那如果我自己花钱去买 那我就必须先去筹集 我购买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 那这样的话呢 有些融资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一些 现在呢 我不自己花钱买 我用租赁的方式 那租赁的方式就意味着 我不用一次性付出这么多钱 而是分期支付相对比较少的租金 这样的话呢 我们资金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一些 这就是他所讲的第一个优点 主要表现的思路 而这个优点呢 现实当中比较典型的是谁 比较典型的不就是航空公司吗 很多航空公司 它运营所使用的飞机 其实都不是买的 都是什么 都是租赁形式来使用的 很简单啊 那接着下面是谁呢 租赁很有可能使企业 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就是我们租赁的时候 这个租金 当然这个不同国家税法规定 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教材措辞很严谨 叫很有可能 就是有些国家 它的有关税法 有关税收政策 可能允许我们租金 作为费用来进行 所谓的扣除这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 是第二啊 然后第三谁呢 租赁可以增加企业的资本回报率 因为它减少了总资本 哎 这个大家呢 可能不太好理解 但是我们在这呢 也不建议大家过分的理解 这个理解的话 需要大家结合 比较深的会计知识 我们很多学员 可能没有学过会计 或者学的不是很透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过分的理解 它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什么思路呢 就是假如我现在需要一个资产 如果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 那这个资产 一定要进入资产付贷表 没错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总资本就会增加 现在呢 我不是自己花钱买 我是租赁来的 那么在这种圈之下 它就不会进入到这个资产付贷表 而可能是为表外 什么项目存在了 那我们总资本呢 就不会增加 是减少了 而总资本如果减少的话 我利润还是这么多吗 所以说 它的资本回报率就会提高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线索 如果呢 想仔细细论的研究 那么就请大家结合 会计所讲的资产付贷表的构成啊 表外资产的构成啊 我们再把它稍微 竖理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完全是为了应试 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工作啊 那么这是我们讲 它的整个优点 缺点是什么缺点呢 企业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 是有限的 什么有限呢 你只有使用权 而没有所有权 很简单啊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有关的缺点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三种方式再去融资 就把它梳理完了 接下来就是第四种方式 叫什么呢 叫资产销售融资 这种融资方式 它的含义很简单 当我们企业需要钱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卖手上的资产就完事了 把手里边资产卖掉了 我们就拿回钱了 这叫资产融资啊 那这里边优点是什么呢 简单易行 看中哪个东西 觉得不想用了 就把它卖掉 钱就换回来了 同时呢 它也不会稀释 股东的权益 缺点是什么 没有回旋一地 通俗的讲 就是你卖了就卖了 卖完之后后悔 那找不到后悔药 然后第二是谁呢 如果销售的时机 选择不当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你卖不上 一个好的价钱 你实际的卖钱 可能会远远低于 这个资产本身的价值 那相当于是 你就卖亏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所谓的 它的优点和缺点 简单线索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教材所讲 四种融资方式 各自的优缺点呢 就把它全部结束了 大家课下 听清楚 简单了解 读几遍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书里 财务战略确立的 第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内容 教材给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有关资本成本 或叫融资的成本 这个内容呢 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教材呢 没有过分的展开 所以这个大家 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琐碎的点 能看多少就看多少 如果看不过来 或者说呢 没有财管的知识 我感觉不好掌握 就直接把它放掉就完事了 那这里边简单树理一下 当谈到融资成本 或资本成本的时候 记住 我们一般是分两个层面 我们做相关的研究 第一个呢 叫个别资本成本 第二个呢 叫企业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其中这个个别资本成本 根据企业筹集资本的来源不同 我们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一大类就是长期债务的资本成本 大家即使没学过 从名称也可以把它区别出来 股权的资本成本 就是指企业在筹集资本的时候 靠什么方式 股权融资 通俗讲发行股票 那如果是长期债务资本成本 表明企业在筹集资本的过程当中 靠什么 靠长期债务 而这个长期债务 有两个典型的表现 一个就是长期借款 一个就是长期债券 大家呢 把它简单区别就完事了 那下边 我们就分这两个层次的成本 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教材 它所介绍的 我们怎么去核算 怎么去评价 其中第一个 个别资本成本 先看哪个呢 股权资本成本 教材告诉我们 两种计算的方式 第一呢 叫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里边有一些详细文字的解释 这个文字解释呢 我就不再念了 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学过财管 利用财管知识 简单理解 没学过财管 就不用看这些内容 就记住 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用于股权资本成本计算 就完事了 第二是谁呢 用无风险利率 来估计 权益资本成本 这种方法的基本速度是什么呢 就是企业 首先要得到无风险利率 而这个无风险利率 一般就指的是 无风险债券的利率 那什么叫无风险债券呢 一般用的就是国库券 我们拿到这个利率之后 再结合企业本身的风险状况 再把它增加几个百分点 就可以算出企业股权资本成本 线索也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第一类个别资本成本 那接着看第二类 谁呢 长期债务的资本成本 这里边教材 就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什么呢 等于各种债务利息费用 它的加权平均数 扣除税收效应 由于这里边涉及财管的一些具体内容 那我们在这呢 也不太过分的展开 简单提示一下 没学过财管的 能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把它放掉 什么叫扣除税收效应呢 很简单 不管是银行长期借款 还是企业发行的长期债券 都要支付利息 而利息记住 是在税前扣除的 所以利息的多少 它就有一定的抵税效应 那我们计算有关 长期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 就必须把利息的抵税效应 我们要把它考虑进去 这就是它背后一个简单的逻辑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这个结束掉 这是我们首先 树立个别资本成本 我们得到个别资本成本之后 接着干什么呢 要站在企业整体 这个层面上 来判断一下 企业平均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所以接下来呢 就得到了所谓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们英文简写 就是WACC 那这里边呢 给出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 怎么计算呢 就是拿 长期债务资本成本 乘以谁呢 乘以长期债务资本 占企业总资本的比重 我们作为权数 接着呢 再加上权益资本 它的个别资本成本 乘以呢 权益资本 占总资本的比重 作为权数 我们算出一个加权平均数 这就是企业平均的一个 资本成本的水平 那这就是强调 我们所谓的融资成本 这个相关的内容 大家呢 也是再去把它简单了解一下 这是财务战略确立 它的第二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三个内容 叫它讲什么呢 讲有关资本结构的决策 最优资本结构 这个内容也请大家呢 稍微了解就可以了 先去熟悉 什么叫资本结构 所谓的资本结构 就是指企业的权益资本 跟债务资本 二者的比例关系 我们通常呢 一般主要衡量是谁呢 债务资本 占总资本的比重 对不对 这叫资本结构 那么对于起来讲呢 在整个资本结构决策过程当中 要找最优的资本结构 那我们怎么接近 最优资本结构呢 就这句话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最低 企业价值最大 这时候所对应的资本结构 对于钱来讲 就是最优的资本结构 这些东西呢 都属于财管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呢 时间的限制 我们就不太完全展开 而且呢 从我们这门课考试来讲的话 这些都不是我们考试的主要点 所以在座的各位 没学过财管 也不要再花时间去研究它了 那我们把这个基本概念 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 就要求大家 再去掌握的这有关 鼓励分配政策 在这个地方 教材其实分了两部分来讲 首先呢 给我们讲 决定鼓励分配政策的 一些影响因素 这个内容 不是我们考试的主要点 从来也没有考过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也不展开讲 大家呢 自行简单浏览 这些因素 它的标题 不需要去过分的理解 背后的主要的原理 这个原理呢 财管会讲得很透彻 但是我们这门课 不需要大家正开 我们就快速的过一遍 包括哪些呢 留存供未来使用的利润的需要 如果未来需要的 留存利润越多 说明我们鼓励发放的 应该越少 第二呢 分配利润的法定要求 这个呢 跟财管 跟经济法是有联系的 我不太多说了 第三呢 债务去月中 它的鼓励约数 当你向银行贷款的时候 它可能对你发放股利 有一定的约束 那你就必须执行这个合同 对吧 然后下面包括 企业的财务杠杆 包括企业的流动性水平 即将偿还债务的需要 还包括呢 鼓励对于股东 和整体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 这都是我们相关的因素 这个大家适当浏览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接下来就是教材所讲 四种常见的鼓励政策 这个我们请大家 怎么复习呢 在这儿先听我用口头语言 把四种鼓励政策的思路 内涵给你解释一下 你把它听懂 课下最好这个地方 去读一下教材 把我们教材原文 针对这四种政策的解释 我们把它熟悉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考选择题 它会用教材原文来考 如果你能够对应起来的话 我们做判断的准确度 会大大提高 下边就有个提示 什么提示呢 财管这门课也讲四种鼓励政策 但是呢 我们这两门课 所讲的四种鼓励政策 有个细微差别 你先看我们教材 它讲来说 哪四种呢 固定鼓励政策 固定鼓励支付力政策 零鼓励政策 还包括剩余鼓励政策 我们这两门课 区别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 财管教材不讲零鼓励政策 我们教材呢 是这四种 所以大家复习这个内容的时候 要把两门课 要把它分开 一定不要把它计混了 那下边我解释一下 第一种政策呢 叫固定鼓励政策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企业 每年向股东发放的鼓励 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 一直维持下去 就叫固定鼓励政策 比如说我们确定 每年向股东发多少呢 每十股发两毛钱 然后一直延续下去 就叫固定鼓励政策 非常简单 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它的优点和缺点 它的优点是什么 这个优点呢 就针对股东来讲 因为我是制定 每年固定不变的鼓励 所以股东每年 能够拿到多少鼓励 它就可以很轻易地算出来 这样就有利于 它自身的资金安排 但是呢 如果换个角度 换到我们企业角度来讲 这种政策呢 存在一定的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每年发放的鼓励 跟你这个企业 当年的经营结果 也就是利润 它就脱钩了 不管你挣得多 还是挣得少 都发放固定鼓励 那你想想 尤其是当你挣得少的时候 还要支付固定的鼓励 鼓励相当于 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了吗 这叫固定鼓励政策 那接着看第二个 叫固定鼓励支付率政策 记住这个词啊 固定鼓励支付率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 每年向股东支付的鼓励 占当年盈余的比例 我们把它固定下来 当年支付鼓励的时候 就按照当年的盈余 再乘以这个固定的支付率 就可以算出当年 向股东支付的鼓励 这叫固定鼓励支付率政策 能理解到了 那接着分析它的优点 和它的缺点 你先站在股东的角度 这种政策对股东 有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呢 应该是个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向股东支付鼓励的时候 是根据当年的盈余 再乘以这个固定的支付率 那我们知道企业每年的盈余 都是在变化的 所以呢 股东就不太可能知道 他当年可以分到多少鼓励 这就不利于他安排资金 对不对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 这种政策有好处了 什么好处呢 我们是按照固定的支付率 乘以当年的盈余来支付鼓励 那就说明 我们每年支付的鼓励 跟我们企业经营结果就挂钩了 体验的基本思路就是 我多挣了我就多分 我少挣了我就少分 这就是讲的这种政策 它的基本逻辑 那接着看第三种政策 叫零鼓励政策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什么叫零鼓励 我根本不发任何鼓励 我当年挣的钱全部留下来了 这叫零鼓励政策 那一般来讲 什么样的企业会选择零鼓励政策呢 一般都是指那些发展 可能注求于成长期 未来发展呢 需要很大量资金投入 这种企业 因为它未来对资金需求很旺盛 所以呢 它会选择把挣的钱都留下来 不发放鼓励 留下来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满足未来发展的资金 持续的投入需求 这叫零鼓励政策 把它理解到位 但是大家知道 一个企业有没有可能 长期执行零鼓励政策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你只能在短期之内来使用它 那接着看第四个 是谁呢 叫剩余鼓励政策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在当年决定发放鼓励的时候 先干什么 先看一看未来投资的需求 根据未来投资需求 先从当年的盈余当中 我们留下相应的资金 留完之后呢 当年的盈余 如果还有剩余 我们再去考虑鼓励的支付 这就是所谓的剩余鼓励政策 当然具体怎么执行 我们教材呢 没有展开详细讲 财管教材会有比较详细的讲 因为这种政策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必须考虑什么 必须考虑你企业目标资本结构 但是在这呢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只要理解基本思路 什么思路呢 当年的盈余 先满足未来投资需求 投资需求满足之后 如果还有剩余 再考虑发放鼓励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剩余了 那自然就不发放鼓励了 这叫剩余鼓励政策 那如果按照刚才的描述 是不是说明 这种政策在执行的时候 也是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 所以呢 一般来讲 也是属于成长阶段 未来资金需求很旺盛的企业 可能会选择这种鼓励政策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教材所讲 四种鼓励政策 它的基本线索 主要的主线 大家呢 争取把它听懂 我们好应对案例分析题 课下呢 请大家自行结合教材文字的解释 再把它多读几遍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 就把教材财务战略的第二大会内容 财务战略确立 请大家复习的点呢 就把它整体梳理了一遍 就把教材财务战略了一遍 就把教材财务战略了一遍